第五届新州企业楷模奖颁奖典礼 昨天在Satia City Convention Center举行 在13个组别奖项中表扬了199个企业或个人 而最受瞩目的奖项莫过于终身楷模成就奖 得奖人是海鸥集团董事主席陈凯熙先生 另一项吸金的奖项是卓越凯模年度人物奖 而得奖人便是华亚机场服务管理集团创始人兼首席知情官宋凯熙先生 他也分享自己的经商之道 每个年纪念我们在19年 今天我们在7年纪念的奖项 每个年纪念我们都改变的奖项 每个年纪念我们都改变的奖项 因为新的奖项是很重要的 这是我们的公企业 每个年纪念我们都改变的奖项 也是我们都改变了新的奖项 新的奖项 那么一切我认为 变成了新的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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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 出席颁奖里的 世华媒体集团执行董事 兼行政总裁张求昌先生 在颁奖里致辞时说 当今日新月异的商业环境 变得日益复杂 许多企业处于非常关键时刻 Crisis has always present us with opportunities We should grant every opportunity available to us Acquire the latest business information and market developments And employ a more personal and effective business reality Bisiness Excellence Award Amarry 2018年再见 Next year Next year